索拉里直面伊斯科的批评黄马队内的西班牙球星伊斯科过得并不如意 索拉里的上任并没有让他得到更多的机会 伊斯科甚至成为西甲2019年坐在板凳上时间最长的球员 远超任何一名球员种种遭遇也让不满情绪爆棚的伊斯科 在社交网络上抱怨自己得不到队友同等的机会 对此黄马主帅索拉里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对阵马静德 比大战的赛前发布会几乎成了索拉里回应伊斯科的风波专场 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会以100%的态度去训练和比赛 为他的球 对服务索拉里回应伊斯科的问题时表示 球队目前的状态很好 球员们也都在全力工作 球队才是第一位的 当被问到伊斯科的推特是否惹恼了他时 索拉里只是简单模糊地回复了 好吧 当然 关于伊斯科的问题仍旧是焦点 针对伊斯科提到的字 即没有得到公平的机会时 索拉里表示 足球是包括勤奋和天赋的 你一定要在训练中全力以赴 随时为出场比赛做好准备 香 欢阅读 矛盾升级 皇马金童公开炮轰主帅 我被特殊对待威